本节,我们以RTK规划为例,讲解地块规划与编辑。 将RTK高精度模块插入遥控器。 飞行器处于关闭状态。 在遥控器内选择规划地块,选择RTK规划。 待遥控器卫星精度蓝变为绿色后。 手持遥控器沿农田边界走一圈,进行农田测量。 每到一处农田拐点处,进行在屏幕上点击添加航点。 或按C2按键,进行添加航点。 如果遇到障碍物,可按C1进行障碍测量。 沿障碍物边界进行测量。 障碍物测量完后,点击航点模式C1,继续规划地块。 规划完后,走到预设标定点位。 点击添加标定点。 标定点应选择地面特征明显,且短时间不会变化的区域。 测量完地块与障碍物后,进行地块编辑。 内缩距离是航线终点与边界的距离。 用以增加安全距离,避免植保无人机与边界的障碍物如树木产生撞击或进入避障状态。 内缩分为统一内缩和单边内缩。 统一内缩对所有边界生效。 单边内缩仅对所选择的边界生效。 所以,在设置单边内缩之前,需要单击特定的边界。 即可进行单边内缩设置。 注意,应先设置统一内缩,再设置单边内缩。 反之将会让单边内缩距离失效。 作业航距根据实际作业需要进行设置。 不同的机型应用差异较大。 障碍物边距是指航线与障碍物的距离。 设置的更大则航线更安全,但未喷洒区域也更多。 自动扫边能够提升边界的喷洒质量,根据作业需求进行设置。 在开启后,飞行器将在抵达终点后,根据扫边设置顺逸情况进行飞行,如图屏幕所示。 飞行器在开启扫边模式后,作业航线前后空出部分距离。 再以扫边飞行覆盖空白未作业航线。 低速爬升设置。 因T30风场较大,飞行到地头时速度较慢,风场穿透力将会提升,此时容易产生导幅。 根据作物展示情况,进行低速自爬升设置。 如果在地块边界有电线等上方障碍物,应开启上方避障雷达。 通过屏幕滑块调整航线角度,使得航线与边界平行。 调整航线角度还有一个快捷操作。 双击特定的边界即可使得航线平行该边界。 手指拖动可移动航点位置。 单击空白区域可添加航点,双击可删除航点。 地块中绿色点代表航线起始位置,黄色点代表航线结束位置。 在地块编辑过程中,航线会优先将起始点选择在标定点位置。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,如飞行器离起始点很远,可以重新选择起始点位置,以方便作业。 选择屏幕航点点击保存,即可重新设置起始点。